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系列已经延迟了非常久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逛哪一圈呢 就是台北的中山 大家应该都知道台北中山就是 算是北部的古着重镇 其实我一看那地图我发现 有超过十家古着店 所以这一次中山这一带呢 我会分成上下两集来拍 不然真的一集会拍不完 那我们第一家呢就要前往中山的 BASE ONE古着店 然后这间古着店的话蛮特别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逛过 然后我也知道说他们的老板其实是日本人 我觉得很酷 那他的店家也在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算是在公寓的里面 那我们待会就马上去看看 这边有公寓的店铃 因为其他可能是住家 所以你们要找BASE ONE的话 就按一下他们的门铃 你好 现在有营业了吗 好 OK 好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去啰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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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虽然我还没有逛过日本的古着店 不过BASE ONE 果然有一种日本店家的味道 可能是在橙色上 或是说特殊的味道 然后那雾鸟就让我来到了日本呀 这边有两箱 好像是就是会更特价的一些商品 虽然是特价 我觉得状况都蛮不错的 像我刚刚就挖到了这件 我身上穿的这个 很像棒球外套的感觉 欸 这蛮可爱的欸 然后它这件才300 可爱可爱 可以来挖宝 帽子也超多的 这点蛮可爱的 这个小小的刺绣 它其实帽型蛮好看的 然后它是爱迪达的 刚刚店人跟我说 其实它这款有分尺寸 然后有M号的 M号的我戴起来就蛮刚好 很可爱 刚刚发现这一顶渲染的 我觉得超好看 然后还有纯白色的 跟深蓝还有这种亮黄色 还有橘色 我觉得都好可爱喔 好可爱 好可爱 我觉得这点也蛮好看的 然后它的帽颜 是可以放上包的 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上面有写 那个BASE ONE ORIGINAL 是什么意思 这是老板从日本的补料 从日本带回日本的补料 然后自己去造厂商设计的款式 所以这算是 就是自制的款式 喔很厉害耶 很可爱 前面应该是可以凹的吧 对它前面的那个帽也好像可以 它有那种可以凹的 对很可爱 谢谢 不会不会 这个好可爱 彩色的 喔 这个很漂亮耶 好缤纷喔 渲染的 最近蛮喜欢渲染的 欸 有点好看耶 最近很不贵耶 490而已 背心 可以当小洋装穿 我喜欢这个大镜子 然后它这边有更衣件 我刚才挖到一个很可爱 就很拼接布的帽子 它的材质有点像那种 羽绒外套的材 诶 尼龙吗 还是什么的 很可爱 超级缤纷的 这是很像我的帽子 我在一个小角落都发现了 很可爱的帽子 你们看这顶 它是红褐的 然后 它的布就是摸起来很舒服 然后我刚刚看它是 美国制的 Made in USA 诶 诶这顶也很可爱耶 这顶也超可爱的 就是这种细细的条纹 它是夏天的外套 就是它摸起来是比较薄的 我就是很喜欢条纹诶 然后它又有做口袋 扣子的状况也蛮好的 我穿起来的感觉像这样 诶女生也是可以穿诶 但好像男生穿会更合一点 因为我的肩膀没有那么宽 然后看到这个 好可爱喔 格纹的 但它是拉脸的外套 不是衬衫 还有口袋 蛮好看的 不过它应该也是男生的 女生就是可以拿来当那种 外照的感觉 可爱的 诶我真的不能再看格纹的东西 我格纹的衣服太多了 他们有很多这种冬天的厚外套 然后各种类型都有 那我刚刚呢 玩到一件女生可以穿的这种牛仔 就是比较合身的外套 超可爱的诶它的扣子 然后还有这个刺绣 哇 好精致喔 现在就是很比较合身 然后我觉得女生穿起来蛮帅型的 喔 可爱喔 我觉得我最喜欢鼓足的地方 就是在 你看 它连里面的布 都做得很精致 这太可爱了 虽然你就是平常穿的时候看不到 可是你自己翻开的时候就 诶嗯很可爱 看脆病 超可爱的 它是板帽 诶 他们的帽子真的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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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多我好喜欢的帽子 然后重点是价格也都不会到太夸张 不会太贵这样 因为有蛮多鼓足店的单品售价 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BASE ONE 他们家的定价都很合理 就是很舒服 你知道吗 然后再来呢 就是店员 哇 店员好可爱 因为店员会讲日文 然后老板是日本人嘛 老板就是也是蛮热心的 就是会一直帮客人搭配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家很亲民的店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风格的话 真的要来逛看看 接下来这一间呢 应该也是蛮多人有逛过 叫做The Prank Dolly 它其实现在有二店 那最近好像一店 因为人手还不够的关系 就是暂时没有开 那我就先带大家逛逛他们的二店 我觉得二店的装潢也非常的漂亮 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都是黑黑红红的一间骨着店 非常有个性却又缤纷奇幻 走进去都会莫名的被地板啊 或是壁纸的花色给吸进去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这家的洋装就是喜欢这种 比较缤纷色彩的 女生应该都会蛮喜欢的 像这个也超可爱的 很Q 这一件超级可爱的喔 它是有做这个拼接的 好可爱喔 然后有点短板的 等一下 好可爱喔 我觉得这件也超可爱的耶 它的滚边是有这个隔纹的 然后它是拉链的 我个人就是很爱这种 贝心洋装 这件超美的 是那种图腾感的 贝心短洋装 而且满色的下面再搭裤子也OK 看我刚刚试穿的这个背心 我觉得蛮可爱的 很适合喜欢那种同趣感的人穿 可爱 可爱 我觉得他们的裤子也有很多这种 比较特殊的花色 像这个超可爱的 都是花花 还有这种 这个裤子也超可爱的 还有这一件也蛮可爱的 最近我越来越喜欢图肌的感觉 还有这种木头的感觉 还有质感喔 刚刚店员帮我搭的 好赞喔 欸真的 这个 对 搭一个有这种蓬蓬秀的 很可爱欸 因为我刚刚单穿有点就是 单调的感觉 但是搭蓬蓬秀 嗯 大家可以这样子搭搭看 我刚刚试套了这件T恤 它是有点水洗感的 然后刚刚店员跟我说 它其实上面有一点点微微 你看它的黑一边有没有 有点亮粉的感觉 它如果没有跟我说 我是不会注意到的 好可爱欸 最近蛮多人开始会选择一下 做得太多了吧 嗯 那我先用的 好 那就是那种示范是 通常版的 嗯 另外就是 绑棒 哦 它会有一种 可以露出来的感觉 可以露出来的感觉 好可爱喔 嗯 可以欸 另外就是 鞋绑 鞋绑 哦 嗯 哦 诶 这个我第一次看 嗯 其实 如果它比较小偏一点的话 比较 哦 嗯嗯嗯 比较好搭 一些围裙这种配件 不见得是女生甲 诶 我觉得其实有些男生 穿脸蛮好看的 对 因为它其实 外面有点很像 嗯 这种领巾围巾 对对对对 逛完Aprang Dolly的二店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 一样维持他们原本就是 很多兵分色彩的东西 然后刚好我现在又走到他们原本的一店是在这边 那他们目前一店是没有开的状态 但是他们是跟我说之后希望会是两间都同时营业的状态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来中山的话 你们都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哈哈 接下来来到了对抗世界的二店 如果有特别喜欢军装的男生们 一定不能错过这件啦 店内整体是比较走木头的色调 给我一种在木屋里的感觉 还蛮温馨的 而且他们家的军装品上非常的丰富 很适合大家来这边挖宝剧装 我们家有很多衣服 可能都是这样折起来叠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挖宝 因为我刚刚有认真的把它翻出来 我发现有很多那种藏在里面的花色都很好看 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穿Hardrock的骨座T恤 很多不同的款式 超级多件 发现一件花色 这个也好可爱喔 然后它的材质有点像雷影的软软的 拼接的颜色的裤子 这好可爱 好像是Polo 这好像是男生的尺寸 好可爱捏 柜台旁边这里有很多这种 手帕金 丝巾 然后我刚刚找了这三个图腾 很可爱捏 还有这一个 这个很闹 这有点圣诞楼公公的 好可爱喔 我觉得这个也蛮适合买来送礼的 还有这个喔 你们知道这个什么吗 葡萄干人 我有买过这个的玩具 超复合的 他们家也有很多这种军裤 超大的 像这个女生 我是穿的话超级松 但是男生完全可以来这边找 你们想要的裤子 然后每一款的布料 跟他的剪裁 有时都不一样 超级多 还有卡钦的 它有超级松的外套衬衫 我觉得男生应该会很爱这件 这个白色的蛮美的 这感觉女生也可以穿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 我资讯都写的蛮清楚 像这件就是 美国的 雪地的那种 军装parka 上面这里有写parka 什么样子 而且还写 Do not remove this label 就是这个不能把它拆掉 我刚刚挖到一件 这种以前雪地的那种外套 我觉得这个 很可爱耶 感觉女生也是可以穿 虽然它不穿搭建 但我觉得秋冬可以刚刚做那种 外照的感觉 这一件 就是它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它其实是英军的 绿丹领夹克 那绿丹领夹克的话 绿丹领第一次听到 对就是它是提供给就是 热带地区作战的士兵 然后他们工作用的服装 但这件比较特别 因为我可以拿这一笔给你擦 好啊 店长超热情的 认真的店长 这件的话是 比较常见就是 英军50年代的绿丹领 喔喔喔喔 他们都是 然后 对 然后它就是比较 比较常见的丹领布料 那这一件的话它是 人字纹的 人字纹的 对 就是人字纹 就是它布料纹底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然后包含钮扣 钮扣 对 然后这个是比较常见绿丹领的钮扣 都不一样耶 对 然后它这件特别的原因是 它是美军提供的布料 就提供给英军使用的 喔 然后这里面的标还很清楚 这是就是英军早期军装会用的那种 就是 箭头标 然后包含它的尺寸跟 年代有印都还是很清楚 嗯 然后这件的话品相 嗯 只能说就是 就是非常稀有 非常稀有 所以这个是非卖品各位 对对对对 没有在贩售的品相 那型的话 是大同小孩就是他们就是做 宽身然后 短板 短板 宽身 这还可以调节 对就是它底下有一个就是手摇 一个摇风的设计 就穿起来会比较比较 这男生感觉穿起来蛮帅的 对啊就是短短听听的这样 如果男生喜欢这种行可以来他们家看看 终于来到Mity了 他们后来搬到现在这个地方 好像是在二楼 所以是要往上走 嗯 这算是我第一次来逛他们的新店 Mity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很温馨的存在 也许有很多大学生也是这么想的吧 不管是和朋友一起来啊 或是男女朋友 店里的气氛总是让客人可以感到很放松自在 看这个椅子 我觉得它超可爱的 很美式复古的感觉 这是他们新进的耳环 我觉得这两款都蛮Q的 漂亮 这个超温的短脉蛮好看的 现在很多女生都穿短板的衫衣 然后搭一个高腰裤我觉得就蛮可爱的 这边有一些POLO衫跟这种条纹的 刚有看到这个蛮可爱的 这种POLO衫 这个配色超可爱的 果绿色跟这种梅子粉色 像这一件 其实蛮长的 但是现在很流行搭那种腰脸 然后你就可以绑住自己的腰身 就可以当成洋装的感觉 这个超可爱 这个刺绣 GoGo 这个应该比较工装的衬衫 也是蛮多的款式跟颜色的 另外也有这个 Cookman的裤子 超可爱的 俗诗库 格文 齐盘格文 我刚刚逛了Minty的 那我觉得Minty的新店 其实逛起来很像那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美国那种二手的商城 这二手一的那种大卖场 我觉得很有那种feel 然后整体的空间也变得更大 其实逛起来还蛮舒服的 而且他们有沙发跟椅子 所以我刚刚看很多客人都坐在那边 就是坐得很舒服 一直都蛮喜欢Minty 他们家店员的那种就是氛围 就是很欢乐 然后很可爱 好啦那今天这集就先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这一集的哪一间古着店呢 我自己的话 我其实觉得Base One给我的那个 惊喜度蛮高的 很值得大家去挖宝 然后重点是呢 老板是日本人嘛 所以他们店里面有很多就是日语的 沟通的声音 我觉得超级可爱的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区 跟我分享你们最喜欢哪一间的感觉 那当然我们还有下集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错过中山圈的古多 但是非常多的 然后都很值得大家来挖宝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哦 按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追踪我的Instagram 看看我的日常穿搭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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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